我倒請教一下李洋老師就是說 如果你是曾淑琴 而這個男生非常瘋狂的追求你 而他有15年的愛情空窗期 因為他又可叛愛情 這個男生也送你到 你的老家花東去了 就好像剛剛講那個叫什麼 被動的主動 我已經給你這個機會讓你回去了 可是後來又無疾而終 你知道他後來聽到什麼嗎 他說這個男生 連他的手都不敢牽 可是其實他是瘋狂追求他 他也送他回去了 後來沒有想到 曾淑琴聽到這個男的結婚的時候 才二晚的說 當時應該主動一點 其實這個人真的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這個男生 一定沒有足夠在那個階段 他送他回花東的時候 感動曾淑琴 如果他真的感動了他 曾淑琴不可能說完全的不 就是說給他一點機會或什麼 曾淑琴可不可以主動一點 要是你你會 我覺得他不是不主動 而是那個男人沒有給他那麼強烈的 愛情的感覺讓他覺得要主動 對不對 比如說你今天雖然很迷人 可是我看你曾淑琴 Not my type Not my type 對不對 然後 不是你的菜 對 不是我的菜 那你要我怎麼主動 我覺得他當時絕對沒有讓 曾淑琴很動心 一致於這事情沒有發生 曾淑琴空窗了那麼多年 回去看看沒有撿到的石頭 也是好的 有沒有 那個撿石頭的是越撿越小 然後才後來發現說 當時為什麼那個大的都給他丟掉了 可是如果 因為老實講 曾淑琴是長得漂亮 對 知名度也夠 氣質也夠 十五年空窗期 可不可以這樣 其實他也可判 這是只能歸於緣分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 他始終沒有碰到過 真正的讓他動心的男人吧 所以緣分沒有來嗎 不是緣分 要不然撲都撲過去了對不對 不過我一直在想這個 我常常被問到這種問題 然後我都會講一句 會緊 對啊 然後我會講一句 他們覺得 你不可思議你怎麼會這樣講 我會說你們為什麼不開口問呢 這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這個男生 你都追到人家家裡去 你為什麼不開口問說 曾小姐你願意跟我交往嗎 都沒有 就差這一句 然後大家就曖昧來曖昧去 等很久 然後這樣大家都會怕 為什麼沒有人要開口講一下 這一句話 就有一方要出情 你剛剛講不是講 敵不動 什麼 敵不動 我不動 所以他那個我可以理解 我的朋友的例子我可以理解 因為他會覺得說 如果我說除了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代表我要妥協那些條件 可是其他人的狀況我就不清楚 比如說以我的學生來問我為例 他們都二十幾歲大學生 我說你為什麼不問 他說老師問了會被打槍 我說打槍 怎麼樣打槍 就是被拒絕 我會重傷 我會受挫折 以後我就不敢談戀愛 然後我這邊要呼籲一下 我從以前到現在談的每一次戀愛 都是我自己開口講的 然後有沒有失敗率 有啊 當然會有失敗率 可是對我來說失敗就算了 就算了 不會影響 我不會因為他說我對你沒興趣 然後就覺得我好差 我覺得沒 就是沒 等一下你還需要到開口去講嗎 不是 你給他很多暗示 已經知道連開口都不用開口了 這不是我的那個Style 我的Style就是開口 我也是啊 我每次告白都百發百中 因為你已經看準了 怎麼做 就是你要在旁邊給他觀察很久 從他很多 比如說我們一群人 我就觀察他 然後慢慢鎖定他 然後再觀察 觀察 觀察 然後最後你告白那一次 他就已經受不了 就跟他講 我就在他最措手不及的時候 我要跟他說 他逼到一個死角 他就真的回頭 怎麼說 我說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就會這樣講 你看他臉會越來越紅 你沒有感覺都紅 然後有感覺還得了 對啊 然後他怎麼回答 通常都會說 其實我也觀察你很久了 只是他不敢講 然後我講他們就很高興 就這樣撲上我這樣 然後 你就撲上去了 然後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開星星 就過著王子跟公主 但是也沒有很久又分了 可是我要講一個 剛剛告白的 不是 剛剛講一個 怎麼約人家 我講一個我秘書的案例 我們鎖上的秘書 他是現在 他在的是25 6歲的孩子 可是他也是很ㄍㄧㄥ 然後他就說 也是有一個男子 有點好感 但是不是很確定 所以他們兩個就講電話 電話的主題就是 聽說送行者很好看 他會這樣講 那個男的就說 我這個週末有空 然後就結束了 秘書就說 表示說他可能想過 可是你聽真的週末 上個禮拜週末到了 我這次秘書又跟他講電話 他說 我這個禮拜 我明天要去看送行者 可是這男的就說 可是我週末都跟朋友打拍 然後秘書就說 可能隔了一禮拜他對我沒興趣 可是他們兩個就互相給了一個餘地 你知道 就還有一點點空間 可是他也沒有很直接拒絕你 因為你沒有很表白的問說 你要不要跟我看送行者 他沒有說要不去看 他說我這個禮拜要跟朋友 對 或打拍或打破拍或怎麼樣 我沒有事 對 可是那就可以下次或怎麼樣 可是至少 我如果說我要跟你看電影 我不會說 鴻英大哥我想跟你怎麼樣 我就會說 有一個人很好看你看過沒 你會怎麼接 這是一個 對 你就剛剛講的被動的主動 你如果對我有感覺 你就說你也沒看過 你說那有沒有興趣看 如果說你覺得尷尬 你就說我們下節目 跟每人我們一起去看 那也可以 哇 因為有些男生很 這樣可以嗎 可是有些男生很臭 然後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會 每人做中間名做這邊 我做什麼 或者我做 每人做中間就這樣 看那個感覺 如果你覺得尷尬就不要 那我就知道 如果你對我怎麼樣 好好好 不過我最近有些女生 而且要把手 要把口放在扶手上面對不對 不小心碰到的時候 對 電一下 如果對方 咻 對 沒有是真的 送行者 不要是送 而且你知道像在國外 他們都會講說 如果說這一個男子叫什麼 想追你 他如果約你看恐怖片 那就表示說 他可能看了一半 他就想要這樣子 就看你的感覺 你如果不喜歡 讓你害怕 對 你萬一你要靠近 你會叫嗎 對 好好好 哇 天啊 真的好高招喔 不是 因為你 如果怕直接受傷的話 其實有一些委婉的方式 其實可以測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你根本不要讓自己受傷 就是我貢獻一下 這樣我以後都不用再追人了 我的方法都是 譬如說 鄭大哥我喜歡你很喜歡 我都喜歡 那我就會跟他說 我今天只是工具而已 我是說 鄭大哥我最近非常的快樂 對 那因為我認識了你 然後你讓我這陣子很開心 我知道喜歡一個人的感覺是什麼 謝謝你 這個已經表現了 然後就看你的反應 如果你說謝謝我就說 那我有機會跟你多相處 如果你說我沒有這種感覺 那我就說沒關係 因為我只是想跟你表達感謝 謝謝你給我這個禮物 所以我自己給自己退路我就走了 可是蘇老師 開始 我男生有時候真的神經很大條 我覺得很多男生很大條 我可能對你其實我也有好感 就是他沒有想到那是愛情 我覺得這個我覺得太 這個要找到奇苦相高 對 那你會遇到木頭跟石頭 就直接又敲了 你肚子很害怕他啦 不是啦 不會拿這樣喔 不是啊 我也酸啊 照跟他背 我之後一定會問你說 你可以跟我多相處嗎 那你可以講嗎 可以還是不可以嗎 比如說你又說 什麼叫多相處 就是你再怎麼木頭 我自己都有一套路 你再怎麼木頭 你說可以啊 然後我就問你 那明天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對啊 因為蘇老師 我覺得這個 就是說有幾種狀況 第一種你剛剛講 就是你表白這樣 你覺得說我受傷了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被拒絕 可是另外一種是什麼 你把男人嚇到 對啊 不可能 對啊 把男人嚇到 男人走跟什麼 走跟我們背 沒有 為什麼會嚇到 就是說不意思嘛 所以嚇到嘛 因為是不意思 應該是不會嚇到嘛 可是這會不會對女生更傷害 有時候其實不是女生 而是說男生跟女生 我們之所以不敢表白是什麼 我跟你講 二十幾歲 就是怕那個難堪 二十幾歲我會覺得很傷害 如果三十幾歲 我有什麼損失 對 要怕什麼 你不要說三十幾 你四十幾 沒錯 現在正天明明是十幾 英文叫 nothing can lose nothing can lose 對 那剛剛這兩種 你選哪一種 小白的方法 Poward 你講話 你講話 不要太講笑 你選一個